草存镇会得供一年一度的孔子诞辰纪念典礼 一大清早就聚集了许多民众 千亿元花文君期许每位教师都能向孔子看齐 积极的我们原封国小 还有各界的一些小朋友老师校长 每个老师有教无类 让每一个小朋友都能像他一样 透过这次的祭典不仅要庆祝孔子诞辰 先议员廖紫佑更感谢所有教职人员 平时忙于教育的辛劳 透过这个祭典要来庆祝 也纪念我们的智圣千师孔子 当时也就这个典礼 也感谢我们所有的教育界的 所有的老师教职人员 常年来的辛苦 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值得 我们感恩的一个日子 也在这边祝福我们所有的老师 教师节快乐 先议员简俊廷期望 在场的所有学生都能够懂得 尊师重道的精神 每年的9月28日 在教师节的时候 草仁正构届都会在草仁正的费夺功 举办这个活动 希望能起这个能够能起敌教化 2567周年的孔子纪念日 现场更是遵循古礼来庆祝孔子诞辰 一年比一年更盛大的祭典 先议员李永宏也希望能够落实尊师重道的精神 来做到这个祭空的这个典礼 要等一年比一年的规模 比较生态 这也已经是一个传统 我们对这个尊师重道的这个 我们可以来落实 透过这次的孔子祭典 期望学童能在求学的过程中平安快乐 也能清楚知道至胜先师的典范 记者刘永胜草屯采访报导